明明就自己错了还不认错 还在狡辩 这样子的品质会有保障吗 我们就来看到老板娘虽然强调说 他们会注意会改善 但是却又不服气地表示 做豆腐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 戴手套拿豆腐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还说呢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所以记者就戴上手套了 依照指示拿起了豆腐来装和 连剧中的两块都安然无事 这下换老板娘尴尬了 然后重点是 食品卫生本来就是应该 从制作的源头严格去把关 更况是标榜高档健康的产品 业者如此催促的态度 真的令人无法沟通 你如果说要求我今天豆腐 然后要切豆腐还要拿手套的话 拜托你 你来拿嘛 我可以让你做实验吗 该做的就是要做要有卫生就要有卫生啊 你来 你要求我那个 你要求我切豆腐一定要戴手套 那请你来 小姐来 我拿手套给你 一再强调戴手套没办法切豆腐分装 老板娘到仓储里拿出橡胶手套 一副不幸的话你自己试试看的理直气壮 于是记者戴上手套实验开始 因为我已经拿了20年了 你给你拿 你拿就拿 你懂 你再拿看 因为我给你是硬的豆腐啦 我不是给你认豆腐啦 你如果认豆腐我看你一定拿不起来 是 像他拿两块也没有过啊 不是你们拿的是老豆腐 你们不是拿那豆腐啊 被烙开啊 对啊我真的是给你拿的是老豆腐 因为认证我全部都是送出去了啊 送走了啊 这下真的烙开了 业者试图狡辩 但事实证明不能戴手套的说法 只是为了赶工便宜行事罢了 去年底高路华豆制产品陆续进军陶竹地区大型商场 2005年成立 以手工日式捐豆腐打响名号 但看过毫无平稳可言的制作环境 民众大多难以接受 你看到这样子的制作环境 你们会去买吗 不会啊 太张张一定不会的啊 因为他层层的把官不是 对啊他做来都很漂亮啊 然后我是消费者 绝对不可能去看到那个第一官嘛 他这样子都不顾别人的健康啊 环境都没有在顾 这样吃起来对下一代不好啊 民众的观感业者听到了吗 若想长久经营就不该心存侥幸 因为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 倒霉的终究是自己 一电视专案中心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